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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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努力向老师学习 却常常迷失于梅泰的唯美之中 我的老师温温宏先生曾经说过 说梅兰芳先生啊 是学不了的观中活 梅兰芳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是梅特点 梅特点是最难学的 因为他是王者相 梅兰芳先生他往那一站就对 他的气质 他的内涵 他的半相 他一张嘴那个味道 他就是贵妃 梅兰芳有优雅的富贵器 程彦秋是书卷器加不服器 他们一个得于天赋 一个凭借用功 心高气傲的程彦秋 甚至在心里暗暗较劲 一心想要在艺术上追赶自己的老师梅兰芳 他们师徒之间既激烈竞争 又谨守着师徒之礼 程彦秋即便后来再红 也从未忘本 1933年11月11日 移居上海的梅兰芳过四十大寿 程彦秋专门从北京前往败寿 对梅兰芳行扣手大礼 然而诗成之外 程彦秋并不满足于梅派的舞台成就 而是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唱腔和新颖剧目 成派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一个是程先生的戏 程先生文化是挺高 程先生的戏的内涵都非常深 他的悲剧多 他真正去思考了 因为程先生有一个我的戏剧官 这么一篇呢 他是虚考了 思考了人生 思考了社会 思考了女性的命运 所以说他的作品更多的是反映女性的这种命运 斗鹅渊啊 索林囊啊 黄山泪啊 青双剑啊 女性的不同的遭遇 内容上是男人 他更主要的是他音乐 他的唱腔 他的唱腔那种优美 他的唱腔的那种把人物的心理性格完全融为一体的 这种韵味 是真正打动人心的 1946年 程彦秋与梅兰芳在上海唱对台戏时啊 双方是势均力敌 难分众伯 直到程彦秋使出杀手锏 连眼无常 索林囊 天平才向程彦秋这边倾斜了 由此可见 索林囊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 就在梅兰芳 程彦秋 师徒二人进行技艺角逐的时候 尚小云和寻慧生也通过自己独特的舞台艺术啊 迷倒了成千上万的观众 痴情的观众为了追捧他们 甚至组成了社团 寻慧生的艺名叫白牡丹 追捧他的社团就叫白社 社员被称为白党 寻先生很美的 是最聪明的 四代名单当中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寻先生最聪明 寻先生的东西是最时尚的 所以往往有人说十代九寻 很多人都学寻 为什么 因为寻先生他真正捕捉住了 这是女孩子的那种 情趣那种神韵 他表演的内容都是小姑娘 非常多 而那种小姑娘的活泼 小姑娘的那种天真 小姑娘的那种幼稚 那种包括从念词的嗲到唱前的那种柔梅 所以说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寻派 因为他更贴近生活 他的表演几乎就是在模仿生活中的那些女孩子 追捧上小云的社团则被称为云社 上小云早年学武生 武功底子好 身段水秀非常利落 而且他的嗓子特别高 唱出戏来生入云霄 这些特点都是令云社的戏迷为之疯狂的地方 上先生由于他原来是学武生的 所以上先生是很刚健的 上先生的所有戏都给人一种挺拔的 向上的激昂的振奋人心的那种感觉 包括招军出赛 你看上先生一伸手 他那个胳膊都要能闹出来 演他经常演一些金国英雄 青城十九霞呀 什么梁洪玉呀 他要演这些因为他舞的鼻子好 他的嗓子又特别冲 嗓子冲他唱出了又很刚健 很有味道 很强 对人可以说京剧是产生的 一个乱世 清末民初考这个时期 社会上人心 说句说话是很颓废的 是很郁闷的 而需要的是像上先生的这种刚健 给人以鼓舞 给人以力量的这种音调 在这张著名的四大明弹合影中 原本刚硬帅气的上晓云 被温润如春风的梅兰芳轻轻一览 露出了谦卑的笑容 眼神黑亮的巡慧声 掩藏了舞台上的活泼婉转 显得敦厚亲切 四大明弹中年龄最小 成名最晚的成彦秋 眼神向上看去 微笑着露出一脸的不服气 这是四大明弹生活中的样子 当他们站到舞台上 就成了倾国倾城的美人 位于北京湖广会馆的 北京戏曲博物馆 收藏的四大明弹画像 让我们看到四大明弹 在舞台上的迷人风采 男弹的出现 男弹的演出 是中国戏曲的一个 很重要的标志 因为男人那个时期 他要去研究女人的心态 女人的动作 着装 服饰 表情 甚至呼吸 他把女人的刻画 应该说向前推动了一步 很多女人并不了解 自己怎么美 只有男人去看女人的时候 哦 这个女人美 美在哪 他去琢磨 去研究 所以往往有的时候 为什么男弹最后成功率高 恐怕与这个有关系 男人他是用旁观的角度 去模仿女人 旁观是比较清晰的 男弹在京剧舞台上 创造的女性之美 仿佛啼呼灌顶般 唤醒了人们 对女性美的认识 人们欣赏梅兰芳的 贵妃醉酒 看到有男人扮演的女人 竟然如此完美 不说那美如莲花的姿态之美 生如天籁的唱腔之美 就连一个兰花纸的小动作 都被人们拿来大作文章 俄罗斯著名戏剧理论家 斯坦尼拉夫斯基 看过梅兰芳的演出后说 看了梅兰芳的手 我们那些学生的手 都可以砍掉了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很少有人知道梅兰芳 为了塑造这优美的兰花纸 曾经下过无数功夫 今天收藏在梅兰芳纪念馆的 梅兰芳的手姿 让我们看到一代戏剧大师 舞台背后的艰辛与努力 不止梅兰芳 四大名单 为了塑造舞台上完美的女性 每个人都付出过艰辛的努力 否则我们绝不会看到 她们在舞台上 炉火纯青 精妙绝伦的表演 陈彦秋的唱腔 幽夜婉转 悲凉的倾诉中暗藏不平 传达出女性身不由己的 无奈命运 尚小云一身刚剑昂扬的激情 塑造出金国英雄的 萨爽英姿 让观者不由地随之振奋起来 聪明的巡慧生 则以敏锐的观察力 细致的模仿力把小姑娘俏皮可爱的形象 拿捏得恰到好处 四大名弹的出现标志者 京剧以生弹作为 抬柱子 竹叶 并驾齐驱 这种格局出现 因为在四大名弹之前 我们只知道前三名弹 后三名弹 都是老生 但是真正作为弹球挑凉的 挑班的我们叫 而且打黑影响的 应该说是从四大名弹以后 虽然诞生于乱世 但四大名弹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辉煌时代 从此满城争说叫天儿的老生世界 让位给四大名弹创造的柔美舞台 南旦之美美在神似 正是他们创造了京剧的迷人魅力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宝档案官方微博微信 好 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